家来在大拼手所扫出了一些好看的 大拼就发现好多很奇怪的东西 父母的遗物 一些旧的书啊 很久都没有用的电器用品 有朋友在拼手中间经济发现 水汉市的第二季 已经过期买50年了 不过有朋友就会回应说 这个第二季第50年前是有只人的女儿 人类机中的2.50块 非常有计划 就要好好保存 笔记本啊 还是相簿里面找到会夹着一些 这个有以前的像10块钱啊 有一些东西是忘记的 但是在整理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回忆跟 还是很宝贝这样 对人家里的收藏很久的金贝 拿来买 10分这盎司已经欢中近10倍 没到过年前 就是游币社最忙的时候 因为民众大扫除完 会把一些家里的股钱 还有老酒拿出来卖 像这只大家都不陌生的 大同宝宝现在收购价几千块跑不掉 另外这种台东宝宝 可以将13倍到14倍 上官有花到1万块 今两年 如果两年当身的行政 过去50块是 买800块 现在可以买到4千块 网友的提出50块的账票 是永恒地新台北 发行50几千年 推出的既然败 也是由于发行贵的 缩价钱 100张连号价钱会比较好 整个号码里面没有4没有7 价钱会更好 那尤其是这个如果是8888 那价钱相当相当贵 甚至一张 价值10万块 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万物皆有价 但是就是说 看本身它的品项 它的号码 它的保存状态 我来积赢它价钱 另外很像 民国百年发行的 10块的账票 如今它变10块了 如果有老金的80块 生日的定备 共和50几年的纪念备 这里里有一些东西 其实很大钱 民事媳妇中下报到